记者今天还找到了一位外滩踩踏事件的目击者 他也向记者讲述了亲眼看到的在救护者到达之前的情况 2014年12月31号晚上 张建超和朋友一起到外滩观看跨年灯光秀 结果一路上越靠近外滩越拥挤 11点刚过 在人流中行走已经非常困难 张建超和朋友决定离开外滩的观景平台 应该说是人挤人吧 就是想要转人生 因为当时我是背着书包的 想要转个身的机会都很难的 当张建超被人流裹挟着到达紧隐着外滩的中山东一路时 他发现很多人躺在路上 有的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当时除了执勤的民警筑起人墙 把受伤的群众和人群隔离开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 还有不少路人自发的加入到救人的队伍 是类似于休克状态了 已经就人处于休克状态 已经没有什么意识 然后路人都是把他衣服解开进行CPR 心肺复苏 然后人工呼吸还有一对情侣 前面我说了一对情侣 男孩子拉着女朋友的手 然后看到一个路人 一个女的大概四来岁的一个女的 躺在路上 然后那个男朋友就还对他人工呼吸 今天中午记者在外滩的陈毅广场看到 有不少人带着菊花来悼念 在这场踩踏事故中遇难的逝者 大家把白色和黄色的菊花 整齐地摆放在草坪上寄托 好啊 好啊 谢谢大家